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参与整个疫症的美国医师 最终染上了伊珀拉病毒 接回美国 另外一位护士也接回来美国之外 美国在这个礼拜差一点也传出 在纽约Kennedy Airport 在当地的机场有一台飞机 可能有一位乘客感染了伊珀拉病毒 马上整个Kennedy机场如临大敌 这台飞机没有人可以下飞机 美国可以说非常的紧张 而英国的伦敦西洛斯机场 因为跟西非过去的关系非常的密切 最近英国第一个停飞西非的航班 而西班牙有一位神职人员 也在西非当地感染了伊珀拉病毒 西班牙把这位神父接回国内 也在西班牙引起渲染大坡 那么说起来这是一个 令人相当伤感的一件事情 伤感的事情就是说 每一个国家某一个程度 会到西非去的人都是很了不起的人 像我们说到这位美国医师 可是当他要回国的路上 他面临的是国内激烈的辩论 该不该把他带回来 这是一场情感和理智的拔河 也是良知和恐惧的残酷交锋 两名在西非第一线 进行人道救援的美国医护 意外染上全球致死率 最高的病毒之一伊珀拉 能不能回国治疗 在全美掀起了铺天盖地的讨论 且力度史上罕见 这些是美国人 来到那里 为这些人给这些人的医生 我们的感觉是 他们得到最好的医生 去试图这些病毒 直到飞机起飞这一刻 舆论都还纷扰不休 无视于美国早就具有足够的专业能力 可以用专机 特制的隔离机舱 让人具有传染力的病患回家 且确保美国本土的人 毫发无伤 头一回回家的路如此漫长 专机从赖比瑞亚出发 整整6000英里 耗时14小时 先降落美军基地 然后转救护车 大阵仗高速奔驰 目的地是位于亚特兰大 号称全美四大能处理危险病毒的医疗单位之一 爱莫瑞大学附设医院 这里的负压隔离病房 2005年曾收治SARS病患 这一回又担负起对抗伊波拉的重任 随便疫情震处高峰 一有风吹草动都如背弓蛇影 3号纽约便传出 由刚从西非旅游返国的男子 出现发烧肠胃不适等症状 依次感染伊波拉 当下人被送往西奈山医院隔离 简体则被送进了美国疾管局CDC 一时间一次个案如雨后春笋 光是美国境内就多达六起 虽然病毒检测结果都成阴性 也就是排除感染的可能 但美国位于亚特兰大的疾控中心 还是在6号宣布 把应急中心的反应级别拉高到最高级 这也是自2009年H1N1禽流感疫情爆发以来 美国首度将防疫级别提升到这个水准 CNN在宣布第一时间用镜头带大家走进美国的防疫心脏 来自全球的疫情 透过专家们的手机从四面八方传来讯息 而你只需要在这个小房间里 就能完全掌握伊波拉的最新动态 全球没有一个国家敢掉以轻心 因为除了美国正面迎战伊波拉 近来中东的沙乌地阿拉伯 经传疑似个案死亡 英国4号也传出有妇女 从赖比瑞亚搭机回伦敦 昏倒断魂 虽然采样后排除感染伊波拉病毒 但已经逼得英国当下设置专责医院 负责收纳高危险传染性的病患 这个高危传染病隔离区 目前有两个独立的房间 里面分别配备了病床 手套和治疗仪等设施 房间里还配有自动门锁系统 隔离区运行时 只有经过传染病治疗特殊训练的 七名医生和一小部分护士 才能被允许进入 当时病毒漂洋过海 到亚洲韩国的首尔 遇上一间大学 原定举办学生间的联合国论坛 三名大学生确定感染伊波拉病毒 在会议开始前 遭主办单位取消资格 也引发正反两级的评价 确实防疫视同作战 人们应该极力规避 和病毒接触的高风险 像是英航担心病毒 可能借飞机散播全球 就算先暂停了 往来赖比瑞亚和 狮子山共和国医区的航班 部分航空公司也宣布跟进 但舆论风向却越来越亲民 一名在赖比瑞亚宣教 超过半世纪的 75岁西班牙传教士 确定染病 7号就被用专机 载回了马德里 成为第一位返回欧洲大陆 接受治疗的伊波拉患者 现在我们在重复 是在做这个方法最好 以最好的保证 为患者和保证 为其他人的保证 当疫情持续加温 勇敢真的很不容易 尤其是预设美国CDC官员口中 前所未有的伊波拉危机 这绝对是一场漫长且艰难的战役 我们刚刚所看到的情况 就是美国移回来一名 参与人道救援的医护 医生跟护士 当他们移回来的时候 连美国内部都充满了辩论 最终美国的医疗团队 跟疾病管制局做出了决定 他们以人道之名拯救非洲 应该获得美国对他的尊敬 以及最好的照料 而社会组织基本上认为 这个疫情很难百分之百的防堵 很大的一个原因是 在西非事情已经发展的太严重 越来越失控 目前为止 已经有将近上千人死于伊波拉 已经有上千人死于伊波拉 而亚洲各国呢 其实也有很多的转运中心 包括新加坡 香港等等 各国都严阵以待 防范伊波拉疫情传入 因为只要是多一点国家的 多一点非洲的 多一点各国不同旅客的国际机场 就越发的危险 在上个礼拜 我特别告诉大家 广州机场就很紧张 因为每一年的广东 广州的交易会里头 就有非常多来自于非洲 来自于西非的一些交易商人 那目前为止呢 在过去我们所看到的 西非这几个国家里头呢 他们过去没有火葬的习惯 现在他们下令 凡是伊波拉患者的尸体 必须要火葬 火葬 而南非也加入了伊波拉的 整体的战役 那么利比利亚呢 更是将疫区直接的封锁 没有一个人可以离开疫区 你在当地感染了 在当地接受医疗救护 如果死亡了 至少可以隔离 号称史上最大的 扩散时间和范围 伊波拉疫情在短短半年内 横扫其内亚 赖比瑞亚 狮子山和非洲人口 最多的奈及利亚 连临近贝南也传出 疑似个案 恐强沦陷 这使得WHO在8号宣布 这波西非伊波拉疫情 已构成国际公共卫生的 紧急事件 这是相隔五年 最让公卫学者神经紧绷的时刻 上一次的国际卫生紧急事件 是2009年的禽流感 其发生在同一年5月的 小儿麻痹症 此次在西非爆发的伊波拉 不同于过去40年的零星爆发 光是8月5号6号两天 新增病例就高达68起 其中29人不幸死亡 独立167年的赖比瑞亚 遭遇进国以来最大的防疫危机 不止街头挂起海报说 伊波拉真的来了 总统也宣布 从8月6号开始 全国进驻紧急状态 为期90天 且境内学校全数关闭 非必要政府部门放假30天 首都蒙罗维亚被要求 所有因感染伊波拉病毒死亡的遗体 都必须强制隔离 运走火化 且政府在边境多出设立检查哨 防范病毒跨界散播 但医疗部门无足够人力应付疫情 外国志工团体又相继撤走 军方没有防疫的标准作业流程 结果一团乱 病毒更容易破散 而疫情最严重的石子山共和国恐惧也随病毒蔓延扩散 由于官方管理松散 民间防疫知识又极为缺乏 卫生部门只能以大声工沿街卫教 尼泽利亚同样高度警戒 除了要求航空公司不得让生病乘客登机 抵达后也得通过体温检测才能入境 真的太迟了吗 伊波拉病毒让医护人员胆战心惊 西非多国已经有越来越多医院关闭 只剩吴江姐医师还在坚守 多国卫生官员近日齐聚吉内亚首都商讨如何防疫 在美国华盛顿登场的美非峰会也聚焦伊波拉话题 当专家纷纷预估疫情可能将持续到年底 美国日前成功使用在两名医护人员身上的实验性药物 到底能不能提供西非疫区 变成了不容回避的话题 一方面碍于剂量有限再加上人有安全疑虑 美国至今仍不考虑用实验新药 援助西非爆发中的疫情 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防疫医师 欧盟也宣布再加码 连同先前提供的防疫精源 累计已达1190万欧元 且第二个欧洲移动实验室 正将开往西非疫情最严重的狮子山 这种说法不只是原刺在过去20年 全球增长最快的20个经济体 有9个位于非洲 金融时报分析也指出 非洲贫困程度正在减轻 教育医疗条件都在不断改善 当这场看似远在非洲 慢速发生的灾难 影响性已超过预期后的瘧疾 全球迟早得因应伊波拉病毒 趁机跨出非洲做好准备 我们刚刚看到伊波拉病毒 事实上亚洲很多国家 都已经开始沿着一带 在英国虽然没有任何一个例子 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例子 证实得到伊波拉病毒 可是疾病管制局 已经指定了一家医院 如果出现伊波拉病毒 他们将立即的处理 我们刚刚看到伊波拉病毒的蔓延 接着我们报道的是 恐怖世界的蔓延 地点是在新疆 新疆自从上次 我们所看到的凯人事件以后 整个恐怖攻击 几乎每个礼拜一见 每个礼拜一见 当然最惊人的是 当时习近平去巡视 乌鲁木齐的那几天 几乎每天都有恐怖攻击事件 那么直到他走的隔一天 恐怖攻击事件更加的严重 而过去光是一个礼拜里头 新疆有将近一百个人 死于暴力冲突 这个情况已经到了 比如说他的官员 一般的很小的基层的官员 开个车子 在路上 在新疆的郊外的路上开车 然后就被圣战组织的人来接下来 请他喊圣战的口号 他不愿意跟着喊圣战的口号 直接的斩首 有人在河边钓鱼 直接的斩首 因为他们是汉人 到目前为止呢 整个新疆的暴力冲突情况 完全是一个接近失控的状况 中国大陆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找到绝对掌控的方法 在大陆新疆与巴基斯坦交界处 日前举行一场联合反恐演练 科目斯拦截流川于两国的暴恐分子 暴恐分子驾车闯过中方边境检查站 巴基斯坦边境武装与大陆边防武警合作 将他们阻绝在边境线上 事实上 巴基斯坦近来对北部的巴基斯坦塔利班进行扫荡 抓捕并打死不少东途组织成员 例如 特派人员 与巴基斯坦北部为基地 所以 其他人是不正确的抗扫荡 不正确的武器抗扫荡 抗扫荡 然而 与巴塔有所联系的东途 能以巴基斯坦北部为基地 对接浪的南疆喀什持续渗透 7月28号凌晨 隶属喀什地区的刹车县 艾地西湖镇的镇政府派出所 遭近300名暴恐分子袭击 他们并在公路设置路障 打砸过往车辆 其中有两辆搭载四川民工的大巴被拦截 车上的人全部被杀 而暴恐分子看到汉人就砍 看到维族人就逼迫他们加入圣战 否则就当成异教徒 立马出使 正在公路旁烤囊的维族老人 只想安稳过日子 面对暴徒的威胁 维族老人耍了拖延战术 政治暴徒暂时地离开 维族老人吆喝着邻里亲戚 挨家挨户通知村民躲好 别受暴徒的要挟 躲过了一场灾难 但一些过往的大货车 就没这么幸运 一名货车司机被砍死后 车上的小女儿躲过一劫 下车后抱着父亲遗体痛哭 一名围族的村干部健壮 就冒险将小女孩暴离现场 避免他被杀回头的爆孔分子发现 我们在家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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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题是诺奇库木村的知书 他所在的村委会 在7月28号凌晨 就是暴徒的习奇目标之一 当天他为了拖出暴徒争取时间 带着干部爬上屋顶 一边抵抗 一边打电话 报警求助 到了凌晨7点 克尔什武庄和新疆边防六师的两个 迎进千名军警赶到与暴徒短暂对峙后 随其围村进行大收补 遇抵抗及开枪击毙 根据官方事后公布的数据 这起事件共造成37名无辜民众死亡 其中汉族35人 围族2人 13人受伤31辆车被打杂烧 而追捕过程中击毙59名暴徒 抓获215名嫌犯 这起刹车暴力攻击事件 也是2009年乌鲁木齐75暴动以来 最大规模的一起骚动 据通报 这是一起境内与境外恐怖组织相互勾连 有组织 有预谋 计划周密性质恶劣的严重暴力恐怖袭击案件 东途在卡尔什发动的爆孔行动还没结束 7月30号 卡尔什艾提嘎尔清真事理 宗教领袖 居马塔尔大毛拉主持完成礼后 遭到三名暴徒乱刀砍死 大毛拉是新疆伊斯兰队宗教领袖的称呼 居马塔尔大毛拉城在去年接受央视专访痛批暴力袭击 这似乎也重下了杀机 然而居马塔尔在大陆地位崇高 这起暗杀事件震撼了新疆维吾尔族 似乎更多维族人无法做事连续的暴力恐怖行动 8月1号南疆和田地区的墨浴县出现恐怖分子的踪击 不但大批军警出动 官方媒体报道 墨浴当地民众有近三万人参与围剿行动 他们逐渐缩小包围圈 将恐怖分子困在一栋小土房内 最后有九人遭到击毙 活情一人 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强调 打击暴恐要坚决彻底绝不手软 一将胜勇追穷扣 要坚定不移地推进严打 打狠打准打出声威 抓紧深挖追逃 把幕后黑手勾连关系和组织策划 通通挖出来 除恶误尽斩草除根 彻底揭开盖子 坚决把三股失利嚣张气焰打下去 中共新疆党委书记张春贤 并没有因进来频发的恐怖攻击 在大陆内部受到政治责难 反而获得更多来自中央的援助 本周他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 《求是》杂志上发表文章 全面阐述大陆最新的治疆方针 尤其是境外东途势力 胜入最多的南疆地区 张春贤说 南疆人均GDP不足全疆平均的45% 农村贫困人口占全疆的85% 贫穷成了资深恐怖主义的温床 文中透露 南疆将实行更优惠的财政 投资金融和人才政策 然而软的一手还没来得及见效 大陆官方今年以来强硬的治疆政策 出现的似乎是更大的反弹力道 恐怖行动已成不定时炸弹 也没有任何规律 也没有任何规律